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大陸現在是首次檢測出Omicron XBB1.5個案, 對於到底這個新變種病毒株會不會引發新一輪疫情高峰, 內地專家表示短期內無跡象表明有機會大規模傳播。 中國疾控中心在星期三十五號通報, 大陸在去年12月一共發現14宗本土重點關注變異株的個案, 其中一宗就是XBB1.5個案, 是這個週期所新增的變異株個案, 而對於會不會引發新一波的大規模感染呢?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市伯醫院的專家表示, 大陸之前已經有好多人群感染了, 形成了一定群體免疫, 所以目前是不太可能會引發新一波流行。 而他繼續講到XBB1.5屬於XBB的變異株, 跟XBB的變異株相比, 1.5的免疫逃逸能力有所加強, 就意味著它的傳播力亦都會增強些, 但不是每一個變異株的出現都會在一個地區佔據到一個絕對優勢。 而他強調, 說XBB1.5雖然在有些國家引起了一定規模的傳播, 但目前就沒有證據表明這個變異株的致病力增強, 按照現在的目前情況這樣看, 沒必要太過擔心。 但那些未中過招的老年人高危群體, 就叫他們去打疫苗加強保護。 而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曾剛亦曾經對疫情方面表示過, 現在大陸在短時間內形成了一個這麼大規模的免疫屏障, 中國的自然感染率已經高過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 所以中國的免疫屏障相當之牢固。 好了這就是疫情的最新資訊, 其實之前大家要中的都中過了, 只不過再更新一下一些變異株的資訊給大家看, 中過的人都知道病毒是什麽了, 都不用太過擔心。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邊留個言吧, 我們就下集再見吧, 拜拜!